刚好可以听见老师声音看到VV的 再恭请就一个反馈 谢谢 哈喽同学们晚上好 等会儿还有根哥的课 嗯好的 等会儿还有根哥的课 那根哥课上挺晚的 大家晚上好 看到了这个Vinny我们的老朋友 好了那我来说一下哈 今天呢已经是万七班复习课的第九节课了 还有两节课呢这个全聚中是吧 就结束了 那么一定要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 千万保证大家的这个出勤率 对吧 你看出勤率从第一节课 乌泱乌泱的人到最后一节 可能慢慢人就逐渐远去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坚持下来 坚持下来就会发现 你这个单词量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嗯 好 那个放弃了根哥同一听话 真的是明智之许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上一节课 上一节课我们学过的单词 同学在公平打一下 这些单词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中文的含义 首先来第一单词 那么大家想的是with 这样一个词根 对吗 with表示的是back 向后 那么你看with 就是花的这样一个形态 表示的是 A 表示的是枯萎 枯萎 wilt 好 第二单词 damp 那么我们说 你看早上打牌 am am怎么样的 dp打牌 知道早晨打牌 吵死了 那么这个形容词表示的是 沮丧的潮湿度 你看潮湿天气 你的心情肯定就很抑郁 对不对 你看阳光明媚心情非常的不爽 很阴郁 很沮丧 潮湿的 沮丧的 好 大家是不是忘了 基本上就没剩啥了 是吧 好 第三单词叫做carnivore carnivore 那么说carn表示的是flash肉 肉 那么vore呢 这词刚表示的是吃 对吧 它的联系就是吃肉的 大家想吃肉的 在动物当中应该是什么呀 哎 没错 叫做食肉动物啊 肉食动物都可以 所以说同学们 你看啊 这个复习多么的重要 你跟老师来过一遍 你就加深了对这单词的印象 对吧 好 第三单词 glimmer gl 开头单词 它是不是都跟这个 光相关 light 这个我说光light 照到ground 地面上就会发生反射 折射慢射 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 物理现象 对吧 反而就会发光相关 那么mm来给想的是 眯眯着眼睛 对吧 你看你眯眯着眼睛 看到的是什么光呢 哎没错 微光 是不是有首歌叫微光啊 看到的是微光 好 第五单词 verotious 你看还是跟吃相关 那么aclus 这个后注意呢 表示是many many啊 很多 吃很多的人 就是那些 哎 贪吃的 贪婪的啊 贪吃的 贪婪的 嗯 好 第六单词 blight 不见光就怎么样呢 不见光就怎么样 没错哈 这个植物哈 不见光 它就枯萎 那如果说扑灭光呢 polite polite 又是什么意思 哎没错 扑灭光就困境啊 本来人家心中 团团的 一生这个 这个热火啊 你突然给人家扑灭了 扑灭光就困境 好 第七单词 第七单词 seltry 你看seltry 骚骚骚骚啊 所以它跟什么相关呢 seltry 嗯 没错 它表示的是啊 闷热的 风骚的啊 闷热的 风骚的 都是它 seltry 嗯 好 然后下一单词 glow glow 想一想 我们上门课来唱一首歌哈 the glow of autumn leaves your cheeks are glowing 油光水光 是不是叫glyson 我们说听见水光 对吗 听见油光 那是液体发生的光 那么glow呢 都指的是啊 发红光 非常好啊 glow of autumn leaves 泛红的秋叶 your cheeks are glowing 你的双颊怎么样的 飞红 flushy glowing 想想了吧 嗯 发红光 没错 第九单词 carnival carnival 你看后面这个vote 是不是festival 节日这一单词 后面 嗯 节日这一单词 后绝啊 那么前面吃肉的 那个节日 就是我们俗称的 哎 没错哈 嘉年华 狂欢节啊 car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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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年华 狂欢节 好 第十单词 humidifier 啊 humidifier 那我们说humid 指的是潮湿的 打开你的手机啊 找找这个weather 天气 你会发现 一栏叫做humidity 空气湿度 那么加上这个烟之后呢 我说变成一个 具象的名词 它主要就是 空气当中的这个 加湿器 对吧 你看它北京这种天气 这个静电 非常地优秀 所以说家庭必备的 就是humidifier 加湿器 好 下一组单词 来第一个 叫做melody melody 我们说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对吧 所以说这个前缀指的是 something bad something evil 对吧 不好的东西 那么坏女人怎么样呢 坏女人容易 生病啊 所以说melody 这单词表示的是 病疾病 病疾病 好 第二个单词 suffrage suffrage 这里的suf呢 其实是sub的 这样一个前缀的变形 对吗 因为变形发音 所以同化了 那么后面这个frag 或者frag 它都有这个break 破裂的意思 所以说下 向下哈 让我这个桃罐破裂 就是我们的桃片放逐法 那个原型 对吧 所以指的是投票钱 按选举权 投票权 好 下一单词 fraction 还是跟破裂相关 破成什么样呢 一半一半 一块一块的 没错 它表现是部分 那么作为数学的 这样一个专业术语呢 它表示的应该是 你看东西起火了吧 骨折怎么说 骨折叫做fracture TRUE 这样的一个词 结尾的 这样的一个词尾呢 它表示的是一个比较 具象的这样的名词 你看比如说picture 对吗 照片 fracture 骨折 那么fraction呢 一般来说 天文结尾 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它指的是部分 数学当中呢 指的是分数 好 第四单词 abdomen abdomen ab away san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 它表示的是healthy 健康 对吗 那现在说 你这人不太健康 神志不清的 说ar crazy are you inscinctive 对不对 表示的是精神失常 精神 神志不清 很好 有点词 intoxicate 大家想想 之前空空老师 在我的这个水壶上 写下了这样一个 神奇的字符 叫做toxic 从此之后 水壶再没有被偷过 那么你看 它表示的是 是不是有毒的 那么in 比较加强 加强让你中毒 它指的是 哎 没错了 太好了 enchant 对不对 让你着迷 像中毒魔法一般的 是陶醉 是这个着迷 别人好 同一单词 enchant OK 第四单词 sanitation sanitation 你把我灌醉 对 sanitation 还是跟healthy 健康相关 它指的是 卫生 卫生 没错 sanitation 好 下一单词 hygienic hygienic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给大家讲 那个卫生女神 我说在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这个pharmacy 药房之外 都会有一个那种 像蛇一样的绿色标识 那其实是一个健康女神 这样的一个 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么由这个健康女神的名字 衍生出来这件事 hygienic 它指的是我们的健康 加ICE之后 别人一个学生词 指的是 卫生 对不对 要指的是卫生 很好 好 第九单词叫做 underprivileged 上次给大家讲的一些 eufemism 英文当中 唯完语的使用 对吧 那我说你不能表面去理解 这个单词 你要从深层次去挖掘它 它表示的是poor 很好 disadvantaged 贫苦的 贫穷的 非常好 没有特权的就是那些 贫苦大众 好 第十单词 antidote antidote anti表示的是抗 表示的是反 对吗 那么说叫大家想去dose 要的剂量 那个单词 所以说连起来就是 哎 连起来就是解药 哎 抗毒素 对不对 抗毒的这种 嗯 没错哈 antidote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今天的这个学习当中 简单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上节课我们讲的一些单词 那么接下来呢 进入到就是大家之前 一段学习当中 会说的叫一单词 先来一组中英配 我说中文 你说英文 我说英文 你说中文 首先 这个单词 emulate emulate 它的中文含义是什么呀 哎没错啊 叫做护身 服 鸡蛋卷 是不记错了 对 爱你的小东西 这翻译特别好 爱你的小东西 emulate 好 下一单词 crux crux 哎 七级同学反映得很好 要义关键 要义关键 好 再往下 小心谨慎的 这个喜欢词怎么说呀 小心谨慎的 没错 cautious 一定是最简单的 一个表 小心谨慎 对吧 careful 那不容易说了 没错 老师 现在大家说的是 哪个单词呢 crux 没错 你看 是不是环顾四周的 就是小心谨慎的 这是咱们上一段 时期曾经取悟的一个单词 好了 那咱们逐一的来复习下 这三个单词 以及他们隐身的 一些其他单词 首先 emulate 这单词呢 你会发现 前面的这个 amu 其实呢 它影视的是 这样的一个单词 那它是从法语当上 寄来的 法语叫做 amu 你看 amu 爱慕 爱慕 是吧 所以跟它跟爱相关 那么et 我们都知道 et 然后et te 结尾都表现的是 small things 这种东西的小型版 比如说statue 叫雕像 statuet 指的是小雕像 对吗 比如说scourge 指的是我们的学家 那么secret 就是小雪家 有种的香烟 所以说et et let 它都是一个小的意思 那你看 爱你的小东西 就是护身符 这单词 其实从法语当上 借过来的 amu em 我们说这个 跟爱相关 再给大家去讲一单词 你看你就 就一定会马上 想起来这单词用法 你看 这单词呢 叫做ameter ameter 其实它有着的 也是爱这个意思 你看你爱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才会成为 它的一个业余爱好者 对吗 你看业余爱好者 业余爱好者 就是跟爱是习习相关 你不爱它 你不会从事一个事情的 没错 业余爱好者 业余的ameter 所以说这单词 其实跟它的这个词根 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这原因就是一个 a跟u的一个变形 从也能看懂吧 然后呢 这个ter 其实就是法语的一个后缀 它跟这个ter 没有什么区别 都表示人的一个后缀 好 所以说啊 就是爱你的小东西 就是乌生佛 比如说你看 去日本的话 同学们 一定要去求一个御守 对吧 有求事业的 有求爱情的 有求亲情的 健康的等等等等 那你要是求一个爱情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 爱情乌生佛 对吧 爱你的小东西 乌生佛 没错 哪个神社的 据说呢 这个 京都的神社 求的容易比较准 京都的神社 我记得当时 我找工作的时候 然后求了一个事业签 还不错 是吧 然后呢 手这个 就签到网易了 是吧 还是一个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试着去签 求一下 好 接下来下一单 其实叫做pack it pack it 那么首先pack 就打包的意思 对吗 我们既然 比如说第二天 我要出国旅行了 我就不说packing packing 我想要打包了 那么打包 包裹这单词 加了一个ET 所以是指的这个小包裹 比如大家买那些 快递什么的 是吧 那种小型的 就可以叫做pack it 好 接下来呢 下面也叫做revolet revolet 来告诉老师 前面这影视是哪单词 revolet 没错 叫做refer 对吗 河流 那么小型河流呢 就是这种小的支流 或者小西 叫做revolet 好 再往下 这单词叫omelette omelette 刚才同学在公平打 说鸡蛋卷 是吧 一看就是小吃货 那么这个单词呢 才是我们的鸡蛋卷 刚才看一下 这个鸡蛋卷 可能跟你想的 也不太一样 这英式的鸡蛋卷 是长这个形式的 刚刚给大家讲了吗 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那种什么西红柿啊 那种什么菜啊 卷的这种啊 这才叫 这个英式的鸡蛋卷 叫omelette 那我们都说哈 对 没错 就不太好吃 反正不太符合 我的味蕾哈 那你看 我们一旦说 这单词首字 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这个 引申出这单词 一个根本的含义啊 你看这个O 它其实 在这个英文当中 很多情况下 它引识的都是 eg 蛋这个单词 你看蛋是不是 就是圆圆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 对吧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 什么美妆蛋 是不是 你看这个圆 圆咆咆咆咆的 是不是就长 非常像我们的这个鸡蛋 所以说O的指就是eg eg 小的鸡蛋 就是我们的鸡蛋卷 用小鸡蛋做什么 鸡蛋卷 叫做omelette 那么除此之外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食物 叫做鸡蛋仔 我不知道你们有吃过的 如果你是广东同学 或者是曾经去过 香港同学 你应该知道 这是属那种 广东特色 香港特色 什么的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一些商场里面 还有什么港式奶茶 会卖这个东西 叫鸡蛋仔 鸡蛋仔叫做ag puff ag puff 叫做鸡蛋仔 它就是那种 连在一块的 烤在的时候很脆 就可以掰下来 然后就一个圈 一个圈圆圆的那种 就是外酥里面 超级好吃 一般来说在香港 如果是在我们 去到门口外面卖的话 就是12块钱 一个 又好吃又定饿 还便宜 大家可以试一下 对 就是那种小鸡蛋 小鸡蛋糕的感觉 但是它是脆的 里面是软的 所以它的口感超级棒 对12港币 好 对 叫做ag puff ag puff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crecify crecify 这单词表示的是 定在十字下上虐待 那么这单词影哲的词根 是这个cruc 或者是crus 那么其实它指的是cross 叫做交叉 对不对 交叉 那你给大家先首先讲一下 这个crecify 这单怎么来的 这单词呢 必须要讲到这个 耶稣受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耶稣受难的这样的故事 那么当时呢 大家都知道 他被这个 自己的门徒 对吧 然后这个尤大所陷害 所以说呢 被这个 处理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刑法 那给大家讲一下哈 十字架的刑法 怎么去处理这个人 首先呢 先把这个人 边吃一顿 边吃快要半死不活的情况下呢 然后呢 让他背着这个十字架 走到广场中间 扒掉所有衣服 只剩下一块遮羞布 是吧 这时候呢 把他的这个手 脚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说你想想 那是怎么死的 对 他不是晒死的 不是饿死的 不是渴死的 也不是流血过多而死的 他是由于啊 这个被钉到那儿的时候 他要呼吸 他可以吸进来这个气 但是由于这个肌肉的 这样的一些 呃 限制跟拉伸呢 他没有办法把这口气 呼出去 所以说归根结底啊 他其实是窒息而死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十字架的刑法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 哦 西方人呢 为了纪念他们的这个 Jesus 对吧 基督 所以说呢 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节日啊 叫做Easter Day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哈 Easter Day 那么以后如果有人问说 哎呀 对于西方人来说 哪个节日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是Christmas Day啊 这样一看好像是 圣诞节对吧 圣诞圣诞了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 哎没错啊 复活节 Easter Day 一般来说呢 在这个西方国家 Easter Day 会放一个非常长的假期 基本上可以跟这个 天数可以跟这个 圣诞节持平了 比如说你看 香港就是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上去的时候 假期特别多 中国的假 就是咱们大陆的假 他会放 然后呢 咱们这个国外的假 他也会跟着放 Easter Day 就会放一个 非常长一种小的 这种学期的假期啊 还是平爽 好 那么通过这个 十字架 你看这个FY结尾 都表示的是 动死后 就像十怎么怎么样 使他定在十字架上 受虐 对吧 所以说他有虐待的意思 有函数价啊 对 有函数价 也放过就 大家放的天数比较少 好 下一单是Crux 这单子你看 还是交叉 那你看我们说十字交叉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的交点 那交点是不是就是 某个事情 它的这个中心跟关键呢 Cracks 所以说他同一番词 最简单的就是 Center 或者是我们说的Cord 对吗 核心中心 那么早句讲说 This is the crux of the matter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事件的中心和关键 事件的中心和关键 好 那么下面这一单词的东西们 通过Cracks 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Crucial 这单词是怎么来的了 它表现的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它在我十字交叉的中心点 它是至关重要的 Crucial 所以说同学们 在你平时写作的时候 在口语表达的时候 你得试试尝试 用一些高端词汇 去替代你的低端词汇 你经常说Important 好像除了之外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极其重要的 你看的能实力 但是你输出就不行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强迫自己 就给自己这样一个潜意识的 这样一些呼唤 给它唤醒 那么下回想说Important的时候 就可以换成Crucial 对吧 好 下一单词 没错 Essential也是很好的替换 对不对 A Prime 你看一说大家这个单项下上来 但是一用的时候就不行了 Vital, right 好 下一单词叫做Excruciate Excruciate 还是 这单词可以跟这个Crucify 我们一起写进 你看Crucify 表示的是虐待 对吗 向外虐待它 还是指残酷的折磨 有指的是Mentally 精神上的Excruciate 见到认识就行 是阅读词汇 好 向外虐 夏莫同学 是 你是向外虐同学 对 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我一 这个 反正咱也不分那么清楚 就是直接就是 China 一言以该知 好 就是最近 我看有学生 就在微博私信 我说那个 港大被烧了 昆姐 你是不是特别通信棘手 之前还没有仔细观察过 这个消息 但是 然后我就仔细上微博 去查了一下 真的 就是这帮受高等教育的禽兽 是吧 批着学术的外衣 干了一些 非人的事情 毁坏了这么多年的 这种教学成果 学术的文明 真的是 太可恶了 好 下一单词 Cruciate Cruciate 这单词表达的是改革运动 十字运动争 最开始的同学们 大家知道 在西方很久很久以前 是我们的神权 统治的王权 对吗 所以说 这个神权之间 也会进行 一系列的斗争跟革命 那么在西方的这个天主教呢 就一直想去东征 战胜 我们这个 稍微往东引的这个 我们的 这个这个 伊斯兰教 对吧 所以说 当时呢 天主教的战士们 就带着他们代表这个 宗教信仰的十字架 然后向东去胜战 所以说 他最开始指的是 这个十字军东征 那后来呢 就衍生成为 这个改革运动的意思 你看十字军东征 是比如一个宗教的改革运动 对吗 Cruciate这单词 属于阅读当中 非常高频的词汇 在考研留学当中 都是高频的考察 一个词汇 有需要认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 我们说 对什么什么 进行改革运动 你反对什么 你想改革什么 后面就加什么 所以说 大家的戒指呢 是against A crusade against something OK 好 继续往下咯 那么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 aspernudge aspernudge 你听这个发音 感觉这样一看 挺不像一个 英文单词 对吧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 博来词 Boring from 这个French 从法语当中借来的 它表示进行活动 aspernudge 那么这单词呢 我们可以给它 叫几个短语 什么叫做这个 cyber aspernudge Cyber aspernudge 没错 Cyber这单词 指的是internet 网络 比如说网链 就可以叫做 Cybernight Sorry Cyberlif Cyberlif Virtual 都可以 那么网络间谍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黑客 是吧 公主们 我对这个黑客 好像也 这个定义 也不太理解 虽然我看来可能黑客 就是一种网络间谍的 一种形式吧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 Royal Axpernudge Royal Axpernudge 那么这一单词 你看 这样Royal 指的是贵族的 那贵族的间谍 是什么这样的间谍呢 没错 我叫做皇家间谍 王牌特公 对 所以说 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特别本人很喜欢的电影 叫做King's Man 大家肯定有看过 叫做王牌特公 它表面是一个Taylor's Shop 这样的一个财风店呢 其实里面呢 就是百年的这样的一个 王牌特公的聚集地 这样的一个基地 叫做Royal Axpernudge 王牌特公 对啊 做等第三步 好 那么下一单词叫做 Cooperate Axpernudge 网络间谍 啊 sorry 商业间谍 好 那么通过这一单词呢 其实想讲的是 中间这个词根 I-S-P-Y 然后I-S-P-E-C-T Spy 你看我们说间谍 是不是就Spy 间谍就是Spy 那么还有这个Spect 它都表现的是 Look 或者See 看的意思 对吗 它跟看相关 比如说你看 咱们最简单的小词就是 Expect 是不是知道我们 中文有单词 叫做这个喜出望外 对吗 向外去看 向外去看 对吧 喜出望外 所以这表现是期盼 期待 没错 所以说你看 刚才就是 老师考察这两只 叫做Circumsept 怎么去看呢 Circum 作为词根来讲 它其实影视的是Circle 就是圆圈 对吧 你看你干了坏事之前 对吧 超大之前 老师 瞅没瞅我 喵眼是吧 环顾四周 证明你是怎么样呢 非常小心谨慎的 对吗 小心谨慎的 就像你们刚才说同圈子 Conscious 没错 Circumsept 管固四周去看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introspect 那么这单词 intro 同学们 它其实跟这个in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都往这里面 inner 往里去看 无日三省无身 是吧 往里去看 所以说它表示内省 其实它跟我们这个 对 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个intro 这个前面的这个前 对 它跟这个in 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往里去看 就是无日 往里看的自己 无日三省 无身内省 很跟歌 好像的感觉 这什么意思 你真的很跟歌 好像的感觉 你说我跟跟歌 很像是吗 我一直认为它是男版的我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 retrospect retrospect 它表示的是回顾 回顾 那么你看 是不是往后去看 对吗 这里的re 是不是指的是back 往后去看 对吗 往后看 我走过这二十几年 是吧 看一看 我到底经历了 怎样的人生 往后去看 黄金达档 曲坤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是不是 好 说 in retrospect it was a very strange feeling it was a very strange feeling 那回顾 以往的事情的感觉 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感觉 是吧 回顾一下 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 好 那 回顾一下白活 那还了得 这个可还行 好 下一单词叫做 speculate speculate 在高草这单词怎么进来的 speculate 前面spec 表示看 那后面影出的是哪个单词 没错 后面是不是表示的是 这个计算 calculate great 你看 有些人 我看一看再算一算 我预测一下 我觉得最近这比特币能涨 是吧 我看一看 我再算一算 所以说他表示的是预测的一些 那么还有这个投机 你想想 你如果是平时 你可能是预测一个未来 是吧 然后预测个什么什么走势 但如你在一些什么金融市场 去预测的话 可能就有这种投机的 这样的一个性质 对吧 投机到吧 好了 那么咱们把它放到不同语境当中 你来感受一下 它取的应该是哪层含义 好吗 首先来看第一个理解说 it is always hard to speculate about the future OK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 高草是speculate 它取的是哪层的意思 没错 它表示的是预测 对吧 你看 想要去预测未来吧 真的挺难 对吧 空谷老师给你拿个水灯球 你摸一摸 就能帮你speculate for sorry to see the prospect 对吧 来看一下 speculate about the future 预测一下未来 好 那么下一个句子说 it is pretty dangerous to speculate in future market ah sorry wait for a moment here I should add s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句子当中 it's pretty dangerous to speculate in future market 那我现在是给这个future 加了一个s 学这些金融 还有学金字的同学 来告诉我 是future加了s 之后是什么意思 I919同学 然后同学们来记一下 这个future再加了s之后 它就考的是熟词PE了 我们都知道它有未来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把它放到一些经济的领域当中 它就不是跟未来相关的了 它表示的是我们的期货 来记得本文上 它表示的是期货 这就是单词的熟词PE 如果说你只要了这个未来的意思的话 那么你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 这个期货的意思 就可能会对你的这个预读理解造成很大的困扰 对 来记得本文上 它表示的是期货 那你看这是期货市场 大家知道这个风云变化的期货市场 如果你想投机到吧的话 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危险的 Aventurous Parallel 对 没错 大家如果学什么ACCA CFA的专业同学 你是一定会接触到这单词的 而且据我所知 应该有一门课叫做Options and Futures 对吧 你们应该有本书 这个封皮叫这个名字 就这两个单词呢 加了s之后都会变成不一样的意思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咯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单词大家学的怎么样 来 首先第一个单词 Revelate Revelate Small River Small River 对吧 反正想出来就是这个意思 小西小河 对吗 小西小河 好 第二个单词 Crecify Crecify 说把它定到十字架上 怎么样呢 FY是一个动词后缀 折磨它 比方说是十字架刑罚 折磨虐待 好 第三单词 Circumpect Circumpect 环顾四周去看 做坏事之前先喵喵 有没有人看我 是不是 有没有监控 Circumpect 证明你是爱小心的谨慎哥 好 第三单词 Speculate 我看一看再算一次 Speculate 投机预测 预测投机 好 第五单词 Crisade 带十字架的一群人 ADE表示是一群人 带十字架的一群人 爱十字军东征 隐身的意思呢 叫做改革运动 Great 改革运动 十字军东征 好 第六单词 Emulate 爱你的小东西 带在身边 时刻爱你的小东西 还桃花服 是不是 叫做爱护身服 护身服 Great 第七单词 Crucial Crux表示的是中心 那么Crucial什么意思呢 中心变成一个小人体 它就是至关重要的 对不对 在焦点位置能够重要 Important Essential 好 第八单词 Espirnudge Espirnudge Cyber Espirnudge Royal Espirnudge And Corporate Espirnudge 那也没错 值得是间谍 间谍活动 间谍 间谍活动 好 下一个单词 Introspect Introspect 往里去看 无日三星 对吧 我往里看 Introspect 没错 表示是内省 Great 第十单词 Pack it Pack 本来就打包个意思 对不对 那么小包装 没错 小包裹 是不是每天大家都 最期待的就是 今天有没有小包裹 可以去领呢 对不对 Pack it 双十一的包裹 大家都领完了吗 有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领到了 还没到 那可以了 可以了 好 12月都来了 双十二又来再一波 是不是 再一波 好了 下一组呢 咱们再来一组 这个找相同的游戏 找相同 找出语 所谓单词 Cokes 意思相同的一项 A Invigal B Acne C Plump D Ambiance 我有个学生 是我雅思的学生 他在双十一的时候 买了那个雅思剑桥的真体 他说 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 我会在双十一这样的一个 热火朝天的购物节 去买一些学习的资料 是吧 没有想过 对 大家可以在双十一的时候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 官方期间店 这个考审的一些产品 据说有很大的折扣 如果你买的话 在双十一去买一件课的话 还是比较划算 好 没错 选择的是A 因为勾 因为勾 是不是 所以它有这个 诱骗勾引的意思 诱骗勾引 对啊 那课它也是商品 对不对 现在知道了 大家以后 下一个双十一就可以买课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好 第一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单词 叫做Cokes 诱骗红片 那么这单词 大家可以跟这个 Hokes 一起进 因为你发现这两单词 是不是长得像Fox 那狐狸同学们 你想想 狐狸给你留下了一些 什么样的好印象 忘词斑 下一期还买 忘词斑的东西吗 忘词斑 加到自己的购物车里 好 那么Fox 会不会给你一种 就是 黄鼠狼给击败年 没安好心的感觉 是吧 就一路 哄骗你 然后呢 又骗你 把你骗到家了 然后呢 把你吃掉 所以说 Cokes 大家都可以通过 这个小动物Fox 去联想进一下 没错 好 那你看 You may have to Cokes her with little gifts 你看 女同学 最容易陷入男生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 小礼物啊 甜言蜜的 糖衣炮弹当中 对吧 你看 这种小小的礼物 它就可以哄骗 这个女生 Cokes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女同学 提高你们的 这种方便意识 是吧 方便意识 不要因为一些little gifts 你就陷入了 他们的这种 诱骗当中啊 你要知道 就是所有的 你认为的理所 当然其实都是在 暗中标好的价码啊 女同学 就一定要 这个有正确的三观 三观的意识 靠自己 知道吧 好 下一单词啊 Hokes 表达是欺骗 名字 骗取恶作剧 好 那么 我们来造个句子 说你看 They helped him out of his money 他们哄骗 他们怎么样 骗钱 是不是啊 现在也到月底 看一下自己 是不是 这种 钱包很羞涩呀 对不对 钱包已经收了 不行不行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Hokes your parents out of their money 对不对 就哄骗你的爸妈 骗出一点钱来 别脸很干净 骗光他的钱 没错 这时候呢 就求助于你的 这个parents 他们这个时候 一定会伸出 他们的元首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在 双十一的手 也剁手了 所以说是个元首 好 下一个词呢 下一个句 怎么来看 说 The hoax was uncovered less weak by FBI 没错 这个骗局 怎么样的恶作剧 上一个星期 被FBI给他 侦破了 是不是 uncovered 侦破了 好 没有问题 揭露 特别好 那么下一个词呢 invigo 因为勾 因为勾引 勾引 优势又是优势 对吗 所以说 你看我们说 勾引某人做某事呢 叫做 invigo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invigo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用的是 into doing 你看是不是 又使他进去 做某人事情 来造个句子说 with patience she can eventually invigo him into marrying her 女生就要保持 这种非常镇定 耐心的 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你长期的invigo 最终诱惑他 就可以让他 跟你结婚 是不是 那也不一定是 一个幸福的婚姻 invigo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好 没有问题 好 下一代词 cajole cajole 这代词表现这种 田园蜜语 去哄骗 多指的是 这个语言上 就是了解我的朋友 就是说 哎呀贾老师 你这个人真的是 啥也不是 就会说一些田园蜜语 就嘴好听 但是同学们你知道吗 就是有的时候 嘴好听 说话 说得很甜 其实能帮你解决 很多很多大麻的 是吧 好 对 所以这台词 怎么去记呢 co ca的一个变形 一起怎么样的joke 你看开玩笑的时候 你们难道不开心吗 难道不香吗 是不是 所以说 就是田园蜜语的时间呢 对不对 可只有一起开玩笑 用田园蜜语 去哄骗你 去勾引你 对 没错 是打乱的 好 看到了 我们来造个句子 说 那么这个敌人呢 想进千方百计 想去勾引 他说出这样的一些事情 大家也看过一些 这个敌战片 有没有潜伏啊 对吧 那些什么国民党 还有日本反动派啊 是不是 就勾引我们的共产党 我们的这个革命的先去 说出一些事实跟真相 cajole some of the interdoing something 所以说你看到了 就勾引某人做某事 都是interdoing 发现了吗 这是某种的共性 in way go something into doing cajole some of the interdoing 找到共同点了吧 对啊 狗引 没错 好 那咱们再造个句子 再造一个句子 说 I can cajole some money out of my father 你看这又是一个 你看你们花呗女孩 这个花呗没有限额 怎么样呢 在月姐的时候 只能从他爸爸那儿勾引 天秘 说爸爸你太棒了 你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骗取一些钱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到了 爸爸的这个小子 还是out of out of somebody 从某人那儿去骗取钱 你就out of 谁就可以了 对 没错 从老爸那儿 骗取点钱出来 好 没问题啊 那下一单是entice entice 同样表示这个 勾引诱惑 这单词可以跟这个 seduce 放在一起 那么seduce 之前也讲过 这个duc 他说表的是 lead to 引导 对吗 引导 那用什么去引导呢 色色色 用色情去引导 所以说指的是色有 seduce 没错 傻 对啊 好 再造句子说 advertisement are designed to entice people into spending money 你看什么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李嘉琪的 oh my god 对吧 你看他做的那些 不就是我们的广告吗 对不对 只不过他变成了一种 直播的形式 那么就是诱导你去 花一些钱 entic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那我之前看了一个 这个视频 一个男同学 看了李嘉琪的 那个直播之后 就抢了很多 这什么卸妆湿巾 然后什么散粉 后来发现 自己根本就不用了 都不化妆 买什么卸妆湿巾 但是就是意识的 这种 impulse 冲动对吧 entice him into spending money for李嘉琪 对没错 好 看上了吧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acne acne 它表示的是粉刺 粉刺 对 所以说评论区都说 想做他的女朋友 是不是 想做他的好朋友 好 下来讲acne 那么这单词呢 可以跟这个acne 放到一起 语气 acne acne 我 你长了一点粉刺 太恶毒了 是吧 那么我们说 这个单词首字母 其实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去代表它 让你一层 深层次的含义 你看 a大姐字母 是有这种尖端的感觉 mountain 山峰的感觉 对吗 所以说 这个ac acr acrb 这些词根 表示都是sure sure 你看尖 尖酸 尖酸 是不是我们一个固定搭配 所以说 尖的意思 有酸的意思 好 所以说你看 不管是顶点还是粉刺 粉刺是不是也是一个 豆豆冒尖了 对吗 通出来的叫粉刺 粉刺 acne acne 我巅峰 你粉刺 好 下一单词 accurate accurate 朋友们可以观察一些 为什么酸真的含义呢 就是你看一下 如果你买了一些 英文的这种化妆品的话 它什么这个酸 那个酸 它就是ac开头的 这样一个单词 它虽然是一个专业词 但是你可以稍稍通过 它这个单词首字母 去看一下 它深层次 蕴含着这跟酸相关的一个含义 好 那么 acurate 这件词呢 它有这样的几个意思 你看 尖酸的 刻薄的 还有这个辛辣的 刺鼻的 是不是有的时候 那个特别酸的时候 你会说 好刺鼻啊 是不是 太酸了 辛辣的 也是它引致的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来翻译几个 这样的一些短语 acurate smile 就是一些非常 辛辣的味道 对不对 对没错 你看 英文是不是也跟中文是这种非常巧合的coincidence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acurate flavor 这种辛辣的味道 是吧 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吃什么辛辣面的之类的 flavor 尤其男生同学都能吃辣 像我这种 就完全吃了辣的人 理解不上去 还有这acurate milk 那这里就不能翻译成辛辣的这个浓烟了 是吧 辣眼睛 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去吃那个 我在四川跟他们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 真的觉得 就是那个锅一上来 我就觉得我要哭了 辣眼睛 真的是辛辣的这样一些浓烟了 但这里应该指的是这种刺鼻的烟雾 刺鼻的烟雾 好 没有问题 那么 这段词啊 你看 罗某嘛是不是就是一个accurate person accurate woman 对吗 坚酸刻薄的女人 她又是元气满了一天 又可以扎紫薇了 好 那么下一单词呢 跟她的意思其实比较相近 叫做 accerbic accerbic 表的也是酸的 坚酸刻薄的 accerbic 你看 只要是ac开头 都跟这个酸跟坚是相关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 exacerbic 来 同学们重点记 这是一个万能的 或者是高频的 这样一个阅读词汇 这单词呢 一定要会拼写 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写作当中 也能把它使用出来 叫做食乐化 是一个这种消极的万能动词 那么这单词来看一下 中间这个 cerbic 这个 accerb 它表的是 尖对吗 尖锐 那ex呢 表的是 加强 或向外都行 at是个龙子后缀 你看同学们 当我这个痘痘 往外 马上就要凸起的时候 是不是恶化了 它是不是变得更严重了 对吗 我的痘痘 向外凸起 变得更尖的时候 就是食乐化 事情如果说 向外变得更加尖锐的话 是不是也是食乐化 对吗 叫做 exacerbic 那么这单词 最高频的一个同一题话呢 就叫做 deterrate deterrate 表的也是食乐化的一些 那么这单词呢 咱们先补记这里了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技法 中间大家同学吗 这个terior呢 你就可以理解成terrible 叫做糟糕的 对吗 那d呢 你就想象上是加强 就是变得越来越糟糕 at是个动词后缀 d加强 中间是terrible 变得越来越糟糕 就是食乐化 没问题吧 d加terrible 好 没问题 那么下一个单词 叫做acumen acumen 你看 这个我们说acute sorry acute acute 这言之什么意思 没错 它表示的是敏锐的 对吗 敏锐的 说men呢 表示的是人 对吧 说敏锐的人 就是敏锐的意思 或者把他后面讲成mind 大脑也行 敏锐的大脑 敏锐敏捷 那么你看 我们这样说 这还可真尖呢 听过吧 就是东北人都想这么说 东北人都想 小儿 从小看到大人 还真尖 人家肯定凑不了 所以他的尖 头脑 比如说山洞的考生 河南的考生 都是削尖了脑袋 想考出自己的本生 然后慢慢就成为 这个敏锐聪慧的人 真简的 对 尖子生 对没错 尖刀班 是不是都用的是这样的一个 ac前置的这样的含义 好 下一个题呢 叫做plump plump 咱们有没有这个山洞的考生 我之前 就是遇到一个山洞考生 考了 这我们大学 就考了600来分 才去了一个二本 之前遇到一个同学 考600来分 就有个二本 好 下一个单题呢 叫做plump 所以说你要生来别的省份 你要庆幸啊 就感恩你的父母 没有给你生到山洞舍 好 今天的风马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 朋友们 lump 这个词根来告诉我 是啥意思来的 lump 这个词根 什么意思 没错 它表的是一团一块 对吗 一团一块 那么屁屁 就胖胖的 你看身上 一团一块的 你看胖的是吧 但是它指的不是那种胖 人家指的是丰满的胖 一团一块的 丰满的plump 嗯 没错 好 下一个单题呢 叫做bump bump 你看 甭 这就是音效的感觉啊 甭 说呀 走走走到 甭 撞上了 撞击 那么除了撞击以外呢 你看头撞了大 大紧包 是不是 撞出个肿块 肿块是不是 一团一块的感觉 所以说bump 动词 撞击 名字肿块 好 这个漫画的 是来自于 今天丰满这个漫画 没太懂 好 那么说bump into 你看我们说 撞到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遇见某人啊 bump into somebody 遇见某人 你看 I bump into someone I know and talk from everyday 我遇见了那个 我每天都给大家 这个 这个platform 站台上遇见的那个人 bump into somebody come across 偶然遇见 没错 好 再往下 下一个字 clump clump 表示是一团一簇 大家看 我说了 这单字首字 它就是有一个这个 最基本的形态的含义 C 半包围结构 对吗 clump 半包围结构 平心 所以说clump 它表示的是这个 把这一坨花 怎么给它包起来 是不是 把这一团树给它包起来 所以说它表示是一个一团一簇的意思 比如说 a clump of flowers 一簇花 a clump of bushes 一团这个灌木丛 对吧 一团灌木丛 好 下一个单字呢 叫做hug 这单字也是一团一簇 也是一个跟种块相关的 你看 当我的骆驼 上面 就得有驼峰吧 是不是啊 里面储存一些脂肪啊 还有些什么养料之类的 它也是凸起的这样的状态 所以说hug 它既可以指挪都是驼峰 如果你要是驼背的话 人的驼背 也可以使用hug 这一单字 来记一下 驼峰 驼背 都是一单字 好 没有问题吧 那咱们来测试一下 这单字 大家长得怎么样 那么 餐厅卖驼峰呢 同学 哎呦天哪 同学们这脑洞子这么大呢 是吧 好 第一单字啊 c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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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的是fox 小狐狸是吧 那狐狸那个 它的性格特点怎么样呢 哄骗你 诱骗你 就得哄骗诱骗 好 第二单字 cajole 一起给你 讲小伙 一起给你 你讲小伙 用甜言蜜语 去哄骗勾引 对不对 用甜言蜜语 去哄骗勾引 好 第三单字 这没复习到 大家可以 那大家可以告诉老师 amphibian 什么意思 amphibian 哎 没错 叫做水路两栖的 水路两栖洞 两栖的 对 水路两栖的 因为amphi这个前缀 本来就二零一些 对吗 本来就二零一些 所以说 加上这个后缀之后呢 只能就是想起 两栖洞 amphibian animous OK 没问题 第四单词 bump bump 撞个包 那动词什么意思 名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没错 动词表辞是碰撞 bump into 表示预见 那名词就是 撞击之后 撞出一个种块 种块包 好 下一单词 swamp 还是一团一块 那么 asl只是下滑 当一个团一块 用大型物体 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 那么它表示的是动词 叫做 暴跌 没错 暴跌 猛跌 slam 好 第二次 inv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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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in 优势 很好 第七单词 acumen acumen 这人真坚 对吧 acute man acute man 聪明 聪明 智慧 聪明 敏锐 好 第八单词 exacerbate 向外越来越减 我这豆豆 你看 越来越减 exacerbate 没错 动词恶化 万能动词 就是消极的一个万能动词 好 第一单词 clump 那么本来是一团 怎么办呢 我给它包起来 半包围结构 半包围结构 clump 没错 表示是一团一蹴 great 最后一单词 ambiguous ambiguous 很好 表示是摸棱两可的 摸棱两可的 那么这件词 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进啊 你看 ambiguous 后面是个形式 后缀 我很大 我到底是 头大脸大 脚大手大呢 这件事我说清楚了吗 我没有说清楚 所以说它是 奇异的 摸棱两可的 对啊 我又没说哪儿大 对不对 奇异 很奇异啊 ambiguous 我很大 但没说哪儿大 就是摸棱两可的 你很大 太可爱了 你很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下一组 这个游戏叫做 找相同 找出 与所给单词 equivocal 意思相同的一项 A选项 ambiguous 刚刚选过的 下单词 indigestion C Vominy D Germint 好啊 这种证明达呢 应该选择的是 A 刚刚复习过的 表格是 摸棱两可的 奇异的 那么 equivocal 这点词 我们来看 切开 vocal 其实它就是 voice 让一个形成词 那么 voice 声音 那么 equal 相同的 相同两个声音 叫你 曲根 曲根 对吧 这个 就是相同的 这样的声音 都叫了曲根 但是呢 谁叫我 谁叫我 真是摸棱两可的 对吧 我也分不清 谁叫我 equivocal 好 那么 通过这一单词 老师周年讲的 词根 叫做 Voc 或者Vok Voke 它表现是 呼喊 shout 或者是cry 都可以要呼喊 叫喊 好 那么 第一单词 convoke 同学们来看 是不是就是 把它们叫到一块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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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挺好的 今天晚上10点30分 咱们一起在天文广场 复习单词 你看是不是 召集你们 对吗 召集你们 congregate 没错 集会 就是把大家怎么能喊到一块 来看一下 万字万 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 是不是 肯不 我们叫到一起 召集 好 下一单词叫 Revoke 那么 re什么意思 re are you 哎 没错 是往回喊 往回喊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 revoke a message 哎呀 本来我想 这个说 分手吧 对不对 好生气啊 分手吧 发生的时候 我还发现 哎呀 我还想在那个 爱奇艺上 看两集电视剧 是吧 爱奇艺的账物 名是他的 所以赶紧撤回 把这两集 看完之后 再很转 revoke 往回喊 叫做撤销 同学词 可以说是recall OK 对啊 往回喊 往回喊 说出去的话 还是可以说回来的 对不对 这就是强大的互联网 好 下一单词 invoke invoke 那么这单词 你看啊 表示恳求 是不是 在内心深处去喊呢 哎呀 我真的好想好想 跟这个肖战在一起啊 对不对啊 上天呢 你就让我跟肖战在一起吧 让我可以跟根哥在一起吧 对不对 invoke innery 在内心深处去呐喊 表示的是 气球 恳求 好 下一单词要叫做provoke provoke 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激怒啊 在前面喊你 在前边喊你 能说肖战不知道谁 我带了一包 你们是七零后吗 告诉我老师 可能我这个零零后 跟大家有点脱轨 是吗 我太吵了 好 我不 我是说说你们的心声啊 你看千万别给我打 瞎祖心 别让他们那女粉 不得把我家子给炸了 是不是啊 provoke 表面是激怒 那我们来想一想哈 这个单词怎么去理解呢 你想想你在上学的时候 你来是不是会有名字 非常贱的 就是so-called 贱 就是很淘气 同学 就是经常打你架 在你前面说 哎 你来打我来呀 对吧 我见过这个世上最无敌的要求 就是你来打我来呀 在前面怎么样的喊你 所以说这时候怎么样的 瞬间可以激怒你 触怒你 前面喊你 打我来呀 激怒 触怒 好 没有问题吧 继续往下啊 生配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下一点次叫indigestion 消化不良 那时候呢得知道这个消化 消化好 吸收好 怎么去说 那么这件次叫digest digest 再把它切开 前面的词的这个前缀叫做dying 那么它有to的意思 除了两个以外呢 还有这个apart 分开的意思 那么最重要的词根叫做just 的表现就是carry 鞋带 你看比如咱吃馒头 这也是一口一口分开鞋带 你不能说 老师 我干了这个大馒头 是吧 一口进去 那不行啊 你要一口一口的去吃 所以说digest的表现是 消化吸收 消化吸收 哎 没错 那么高老师 这件事作为动词 消化吸收 那作为名字的话 什么意思 作为名词 什么意思 哎 很好 没错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杂志 叫做readers digest 叫做读者文摘 你看 这个东西 你看是不是就是 作者已经帮你吸收消化好的 然后呢 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个摘要部分 对吧 摘要 然后让你再去读 就是它已经消化吸收完了 这样的精华部分 给到你的就是摘要 对不对 你看比如小的时候 一写读后感 你是不是就翻到这本书的前面 摘要部分 digest 看一看作者给我梳理一下 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内容 还有一些中心思想 直接把这篇文章抄上去了 谁会真正读一本书 对不对 那么那个部分就是 digest 对不对 小的时候我就这么应付 我的语文老师 所以导致我现在语文 就很low 然后来作为对下这个句子 来说 I read only this the jest of the novel 你看这不就很真实 我只读了这个小说的摘要部分 我只读了这个小说的摘要部分 没错 等于 abstract 对不对 abstract 好 下一个词叫 ingest ingest 那么你看就是往里 携带 你看往里携带 就是吃嘛 就是咽下吸收的意思 获取 那么这单词其实同一单词 就是intake 获取知识 ingest knowledge intake knowledge 对不对 吸收老师今天所讲的 全部的知识 intake ingest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咯 那么下面呢 这单词在跟这个C文 这个前决一起携带 才能到的单词叫 congest 那么这单词其实它的名字 应该更加熟悉 叫做congestion 对吗 congestion 来教授是什么意思 没错 它指的就是交通的拥堵 你想一想 比如说 一到北京下班的点 那真的是太精彩了 是吧 所有车都在马路上一起携带 都想回家 就会造成traffic jam traffic congestion OK 充这个堵塞拥堵 没错 那么我们造句子说 the bus is very congested 这个公交车非常的拥挤 very very 拥挤 right 好 那么这个是gestation 还是携带 携带了一个baby 你就是pregnant 怀孕 pregnancy 那如果说 这个孕育了一个想法呢 对不对 它就是构思 没错啊 同学们给老师打出来了 叫做conception conceive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形式 我们说 收到女友怀孕的消息 感觉自己被骗了 receive conceive perceive deceive OK 那么你看 conceive就是 我说了 你两个人干的事 对吧 你的怀孕 你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 所以说con 表示together 对吧 如果你要是conceive a baby 你就是怀孕 如果你是conceive an idea 你就是孕育的一个想法 好 我们到句子说 This film was two years in gestation This film was two years in gestation 这个电影怎么样呢 是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孕育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看到很多迪士忆动画 比如说Frozen 什么Zootopia 一些经典动画 它都花了很长时间 这个拍摄者要大量观察生活 然后呢 才能去拍一部电影 所以说像哪吒 对不对 没错 就是十年磨一剑的感觉 in gestation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咯 那下一个字呢 叫做Bummy Bummy它表示是温和的 芳香的 止痛的 一听这单字就感觉是 哦 非常的惬意 对不对 那么 加歪之后呢 可以变成一个喜人词 比如说Rain 下雨 Raining day 是不是就是雨天啊 所以说Y 变成一个喜人词 那名词是谁呢 哎 名词叫做Bum 那么除了名词以外呢 还有动词的意思 香止 安抚 那么你想一想 比如说哎呀 这地方让油也烫了 妈妈会给你摸点香油 对不对 这地方烫了之后呢 妈妈可能会给你摸点香油 怎么能安抚一下这个 你受伤的小灵魂 还有你受伤的小育肤 没错 阵痛 所以说你看 这单词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Pum去记 手掌 对吗 用手掌去 摸摸毛 下不够着 对不对 安抚你 那用什么去安抚呢 抹上香肢香膏 就是可以去安抚你 P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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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Pum也可以 完全可以 三三冬雪 太棒了 那你看这单词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 大家随数可见 比如说现在 同学们 拿出你的护手装 看一看 顶上可能很多同学的护手装 都会有 Pum Pum 这单词 随便拿这个护手装 你观察一下 之前呢 我都跟同学说 我说跟光老师学习 就一样一样 一个习惯 就是空老师的习惯 就是在生活当中 去观察英语单词的使用 因为这单词 其实对于你的这个口语 才是最大 最最重要的是吧 咱不能说 学的五六十三招 都二十一世纪了 学的还是雅不英语 你最起码 简单单词 你也会说 是吧 所以说你看 这里 Essential Bomb 这就是我们的清凉油 把困的手同学们 抹在你的眼睛上 你瞬间就不困了 是不是 还比如说这个 不知道小的时候 就是你看没看过 老老家奶奶家 使用过这样的东西 上面是一个Tiger Tiger 别着急同学们 你们说的那个Creme Lotion 老师今天都会讲到 那是老师的一个保留 保留曲目 今天会讲到 哎 没错 现在也在用这个 老虎油吗 爱老虎油 是不是啊 它指的是万金油 什么是万金油呢 就是抹在你凉味 但是啥都不管事 这样说啊 这些东西 它就是个万金油 就是看起来 感觉还挺好的 然后提它那么回事 但是呢 没有任何卵用啊 叫做Tiger Bub Tiger Bub 啊 想说吃我 我的天啊 你太厉害了 现在也有 但是可能要去一些 复古的商店 才能找到 是吧 好 那么这件词 就有一些Bummy 不说了啊 比如说给大家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Bummy 抹上之后 让你安抚 那种非常 哎呀 惬意的温和的 止痛的方向的 我带的这些 都是什么样的孩子 我真是醉了 哎没错 叫做温和的天气 对不对 什么叫做Bummy Wind 哎 微风Breeze 对不对 夏天的风 暖暖吹过 穿过头发 穿过耳朵 你和我的夏天 风轻轻说着 对吧 就是那种温暖的风 那种和煦的风 对没错 好 下面这件词 Bummy Taste Bummy Taste 好 老弟留灯了 爆灯了 下课的时候跟你走 好不好 好 这件词Bummy Taste 就是那种非常 芳香的气味 比如说 你看 我就觉得我这款 就是Body Shop的 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 就很润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风味的呢 叫做 应该我觉得是百合香 我不知道是什么香 就特别的风香 就猛之后 所有人都会说 哇好香啊 但用它代替这个香水 Perfume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这种散发 这种让你觉得 静气凝神的 温和的风香 Bummy Taste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单词 叫做Gurrament Gurrament 它表示的是这个服装 服饰的意思 那你要记住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说法 那首先这个Gurrament 它有这个Furnish的意思 造个句子 说 This garment Must be dry cleaned only 这个衣服呢 它就是非常高档的材料 是吧 用非常高档的衣着 穿装 它只能是干洗 这样一个形式 大家有这样的衣服吧 好 那么重点给大家区分一下 这些一系列都是表衣服的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Gurrament 指的是出席正式场合 穿着衣服跟着装 它非常正式 那么Clothes 这单词呢 它指就是 泛纸衣服 就是你的上衣 或你的裤子 它都可以叫做Clothes 就指的是具体某一件衣服 能理解吧 好 那么Clothing呢 它指的是 泛纸的衣服的总称 泛纸 就是整体 比如说你的衣服 裤子 它们全都可以叫做 一个整体的Clothing 那高老师 这个Cloth 什么意思 Cloth 什么意思 没错 它指的是 做衣服的那个布料 布料叫做Cloth 我一想到这个 我就想到一个 上学的时候 有意思的事 我干预我 这后半部 被子都指这个笑容 活人 我记得当时 没有咬肉 我这两天 今天咬我自己的肉 当时 就是我们的美术老师 就让我们这个 每个人戴一个小蜡 对吧 一个Cloth 去擦那个油画的 那个桌子 不很脏吗 对吧 那个美术课 然后我就看我同学 拿着这种红布 红布的擦擦擦 后来我发现 它是它自己的 Underwear 大家知道什么 的 Underwear吧 对吧 红色的 Underwear 我真的是惊到了 就是它也是 废物在利用嘛 作为一种 Cloth 废物在利用 Recycling Use 好 下一个是呢 Dress Dress 它指的是什么呢 肯定不是女生 对是个男生 女生肯定不能 干这种事 家长也不是 也是不会允许 他做这样的事情的 好 这个Dress呢 指的是 在某些特定场合 你穿的 比如那种玩意服啊 然后呢 或者是女生穿这种 联姻群呢 都可以叫做Dress 或者是你比如说 像那种明星啊 出席那种 什么发布会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走红塔呢 都可以叫做这个Dress 比如正式场合 穿这种特定的服装 好 下面呢 这一根词 Roe Roe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就是比如说 大家去一些酒店 高端酒店去入住的话 然后你打下那个衣棍 是不是就会有 那种白色大浴袍 那个叫Roe 浴袍成衣 Roe 能理解吧 一直把cloth当衣服是吧 所以说你看 这是最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单词 而且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因为是clothing 是O的发音 因为是cloth O的发音 完全是不一样的 听力一定要取分开 意思差的还挺多的 不是旗袍的东西吗 不是旗袍 它指的是 你在就是 洗完澡 穿的那个白色的 就是在腰间鸡蛋的 那个 那个叫做Roe 能理解吧 好 下面词Gallon 这个指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呢 它是那种长袍 比如说你毕业的时候 你穿的那个毕业服 叫做Gallon 对吗 然后比如说教室 什么红衣 大主教 穿的那种大红袍子 它也叫做Gallon 然后法官开庭的时候 穿的那种袍子 也叫做Gallon 没错啊 学试服 好 下一件词Costume Costume这单词呢 它指的是戏服 就比如说 咱们现在要演这个唐老衙 是不是 而你穿一个唐老衙的衣服 它就是戏装 那么这单词怎么进去呢 你看啊 它很容易跟这个单词梦混 叫做Custom 来告诉老师 Custom什么意思 Custom 哎 没错 它表示的是 你看是不是同学结婚啊 它表示是海关习俗的意思啊 海关习俗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啊 那么这单词 为什么有海关习俗的意思 还有这个 这个 为什么要给这样的两个意思呢 是这样的啊 就是 大概能不能这个点想发音 砍死它 砍死它 就过海关的话 你是不是要给它交钱呢 对吗 交钱 那么交钱 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习俗 一开始是说 有些人呢 想就是进了这个国家之后 交点保护费 是吧 你保护我一下 但是呢 长此一望 每个人都这么去做 它就形成了一种习俗习惯 给海关交钱 形成了一种习惯 Custom 是这样的两个意思 而我们的Costume 你看张俊静啊 你看 这个 是不是可以看成Cosplay me 你以为你穿上戏装之后 就可以Cosplay我了吗 对不对 你看Cosplay穿 那是不是也是那种 像戏服一样的感觉 咱们是不是有玩着Cosplay的 对吗 对 你以为你穿上这种戏服之后 你就可以Cosplay我了吗 对不对 好 那个旗袍 那个男子给大家说一下 叫做 它的这个其实就是 因为旗袍是一个中国的产物 所以它的这个英文 它也是从中国当中去翻译过去 它叫Chipel Chipel 对 老外他发不了那个旗的音 他就发出那个 Chipel 对吧 你会发现老外他有一些发不了的音 就像咱们也有一些 比如大声音呢 小声音呢 你也发不了 好 那么来测试一下 大家这种想的怎么样 来首先第一点是Revoke Revoke 往回喊 Revoke a message 撤销取消 撤销取消 第二点是Equivocal 两个声音同时叫我 谁叫我 两个声音同时叫我 A没错 表现是Ambigous 摸冷凉可得 然后第三点是Bummy Bummy A没错 表现是温和的芳香的 芳和的芳香的止痛的 第三点是Indigestion 我们说Digest 表现是消化 对吗 那Iin就是 不能消化 不能消化 就是消化不良 没错 消化不良 Indigestion 第二点是Costume Costume Cosplay我 你穿这个什么招 才能Cosplay呢 A没错 表现是细服 细服 第六点是Invoke Invoke 在内心深处呐喊 内心深处的呐喊 A起求 恳求 起求 恳求 第七点是Convoke 一起喊 喊到一块 喊到一块 好 它表现是聚集 召集 聚集召集 第八点词 Gestation Gestation 携带 携带的宝宝 什么意思 携带想法 又是什么意思 携带宝宝呢 叫做怀孕孕育 对吧 那携带的一个想法呢 叫做构思 怀孕构思 好 第十九点词 Ingest 往里去携带 同一段词 Intake 吸收 没错 吸收 消化 没错 好 第十点词 Gurrament Gurrament 非常正式的那种服装 成衣 没错 正式的盛装 很好 好 那么这两个字没问题的话呢 咱们再来一组这个中英配啊 我说中文 你说英文 我说英文 你说中文 首先第一单词 Peace Peace 嗯 没错 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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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o 同一句话 Great 第二单词 脱毛 脱毛 Milt Milt 没问题 第三次 Empire Empire 破坏损害 没错哈 说帝国 那个同学 你要看好了 帝国叫做Empire 对吗 这叫帝国 Empire 指的是损害 损伤 而且 这单词多用作名词 而这单词 它是一个动词 嗯 好 第二单词 恶魔 小恶魔 Evil 可以 Beaman 也可以 哎 我们要讲的是心血 这单词叫Find 对不对 Find 好 没有问题啊 咱们来看一下 这种单词 首先第一单词 Peace 它指的是精华部分 精华部分 那么这两单词 可以分个一块 一块的语系叫做Mero Peace Mero Peace 那么它长得特别像什么呢 像 Nero Puff Nero Puff 那你看短图 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说的这个Shortcut 叫做捷径吗 那捷径是不是就是你掌握这东西精华部分 你才可以瞬间的走到这个捷径上 OK Nero Peace Nero Puff 好 那么这两单词都有这个精华的意思 那么这个Mero 有指的是什么样的精华 指的是那种骨髓 精髓的意思 比如说叫造句子 说 Some films treat you to the marrow of your bones 说这种电影 是不是可以让你深入骨髓的感到这种彻骨的寒冷 就非常惊悚 对吗 非常的惊悚 惊悚 所以说Mero 他多指的是这种精华 骨髓的精华 骨髓精髓 那么这一单词呢 说到精华 咱们再讲一个就拿比较熟悉的 叫做 Esses Esses 那比如说 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神仙水 是不是 来 美妆博主上线 这个ISK2神仙水 你会发现呢 它实名叫做水 但它其实不是个爽肤的水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款 Acid精华 只不过这款精华呢 是比较水状的 待会老师我告诉你一个比较固体状的精华 怎么去说 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 什么叫做Innesis Innesis 没错 它不是重要的 它表现是本质上的 就是本质上来讲 所以你看 就是如果这个词 你要是能用到你的写作当中 你在老外眼里 你就了不定了 为啥呢 因为你掌握了这个 英文写作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说的话 要相对来说 比较客观比较相对 你想一想 你要用了很多绝对词 You must You always 那都是直男词 是吧 你永远都得喝热水 你们都得喝热水 所有人必须喝热水 这太直男了 这话一说就不科学 但是如果说 你可以在这个文章当中 适当去穿上一些 比如说Innesis 这样的单词 本质上 你看我来举个例子 本质上 我跟古力纳扎 底力热疤 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是不是 瞬间拉低了 那两个人的档次 对吧 这些话瞬间 就让它变得 非常的 没有什么底线 就相对了 让它变得 非常的科学 好 国外不喝热水 国外就直接 接自来水喝 就是 您说到这儿 当时我去奥利利旅行 是吧 这个真的是 就是接受不了 就是真的直接 是从那个卫生间里 拿着那个瓶子 去接那个凉水喝 大家都这么喝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买不到热水 好 下单词呢 同一换就是 in nature in nature 爱使你们盲目 爱使你们盲目 好 下单词 in nature 是不是也是在本质上 对吧 nature 除了大字以外 还有本质 in nature in essence 那么你看 基本上 这个basically 这单词呢 都是在阅读当中的 同一换 大家可以记得一下 in essence in nature basically 对我知道大家喜欢词物量大的 是不是 喜欢词物量大的 好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老师要不给大家讲讲美中的知识 真的是对不起这瓶深天水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来普及一下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会使用到这些化妆品 都怎么去说呢 今天呢 咱们就讲一些比较基础的 男生女生都能用得到的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两组 这个呢 就给大家找是个母鸡的基本款 这一款水乳 水乳 那么水怎么去说呢 水怎么去说呢 它叫做toner 没错 那么大家记住 水做的是补水 然后呢 我的这个乳液做的是宝石 它们两个功效是不一样的 那么水叫做toner 我的乳液呢 就是lotion 那比如说天很干燥 我们要给身体抹一些body lotion 叫做身体乳 对吧 叫身体乳 那么这一件事情呢 都是可能会在你的化妆品上 去看到的 比如说 我呢 就没有 我就不拍水 是吧 我就拍这个 我觉得它跟水没啥区别 虾抹 对吧 toner 它是我的toner 那我的lotion是谁呢 我的lotion就是这个 这个 大家要不认识 这是一款 带货 是不是带货 这是一款CVD的 早上抹这个 夜间抹这个 一个是diurnal 一个是nocturnal 对不对 复习这件事的单子 diurnal nocturnal 来跟我们打一下 这张单怎么拼写来着 这张单怎么拼写 一个是日间的 一个是夜间的 是吧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这个购物车 对吧 然后呢 就可以观看购买 好 没错 大家还记得点词 好 那么拖完水乳之后呢 一般来说 是这样的 水之后 同学们 你要叠加的是精华 那么像这种比较水质的精华呢 叫做Acids 如果说是一些比较 这种 稍微固体一点 比如说这一款 我特别喜欢的 叫这是雅样的菊菜精华 抗氧化的 然后同时呢 我也搭配使这一款红腰子 那么这种精华呢 你会发现 这款精华上写得非常清楚 它叫做Serum 那么Serum指的就是 相对来说 比较固体一点的精华 就是比较固体一点的精华 好 那么抹完精华 抹完水乳之后呢 要抹什么呢 抹的就是面霜 这就是根哥家里面说 那贵妇几面霜 Lamere 对不对 Lamere 海兰之泥 叫做Cream 你看 是不是那种质地 像Ace Cream 冰淇淋一样 像冰淇淋一样 对不对 Cream 那么男同学 如果你不懂的话 非常好比较 这Lotion是啥呢 Lotion就是大宝 对不对 然后Cream就是预美劲 一个稍微来说细一些 一个呢 相对来说比较稠一些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如果你是Oil Skin的话 抹到这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是Dry Skin 这种干皮的话呢 你就要再抹一步 抹到面霜为止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女同学啊 抗老化呢 从眼霜开始 眼霜呢 还是用了Cream 这点字 霜 再加一个E E Cream 就是眼霜了 对 雪花膏 对吧 就雪花膏 好 然后接着来 同学们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一年四季 都要干的一件事 就是防晒 防晒 那么为什么防晒呢 防晒就是阻隔 你跟外界的 这样的一些 紫外线对你的伤害 我们说 BBC曾经做过一个报道 人真正的老化 不是说因为你 这个 什么地心引力 那都很小很小的影响了 其实就是太阳线 这太阳光 紫外线对你的 这样的一些伤害 那我使的就是 就是比较高强度的这一款 安耐煞 是不是男同学 女同学都有使的吧 OK 那它叫做Sand Screen 或者是Sand Block 都可以 你看 是不是给太阳的一道屏障 Sand Screen 或者是Sand Block 塑料 阻隔太阳的 这样一个化妆品 Sand Block OK 好 没问题 然后呢 对 味道不太好 感觉跟抹的油漆一样 那么下面这一款 女同学进入到彩妆部分 是吧 可能男同学 也要进入到这个步骤了 它叫做Primer 或者叫做Make a Base Make a Base 没错 它指的是隔离 妆前乳 吴川老师 隔离跟妆前乳 它分别是怎么去说呢 它其实就是干净营销 它全都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它多出一个概念 是不能多卖你的东西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我用的是这一款 HCVB的这一款 隔离 比较水润 比较水润 然后呢 没有什么负担感 那么Make a 这个是化妆品 那么化妆之前 打底 这就是妆前乳 叫做Make a Base 或者叫做Primer 因为这些同学们 从哪来的呢 从Prime之间 来 不是CVD CVD是中央商务区 这个叫做CPD CPD Prime它有这个首要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 不是主要的意思 英国首相叫做Prime Minister 因为它在众多的这些部长当中 起到一个 这个统领他们的地位 首要的地位 所以说Prime 有首要的主要的意思 就是你在化妆器之前的第一步 首要需要做的就是打底 Primer Primer 这么来的 好 最后一步呢 对 没错 Prime Time 只是黄金时间 特别好 黄金时间最主要的时间 Prime Time 好 副总统怎么去说呢 副叫做Deputy Deputy Prime Minister 副首相 Deputy President 副总统 好 那么下面这件事 没错 VICE就是前军有副的意思 但是呢 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 政治用语当中 Deputy使用的这个频率 也是很高的 好 再放下来 这件事 Foundation 什么意思 什么叫Foundation 没错 它作为名词来讲的话呢 它最基本的含义叫基础 对吗 那么基础基础 想让你变得最漂亮的 第一步就是 打好底 对不对 打底 打底 打的什么呢 打的是粉底液 你看比如说 这款中国式的 Armani这一款 我就认为 比较适合我 比较清透 是吧 Armani就是一款 Foundation 打基本的基础的 这样一款 粉底液 好 跟上了吗 这个给大家去拓展 你看通过这几个单词 就可以去普及一下 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 比较考试的重点单词 对吧 比如Foundation Prime 对吧 Block 这都是你在做阅读 理解的时候 非常高频的一些考点词 你看这个 比如说 磨这么多在眼上 不难受吗 不是很难受 就是咱们一定要保证 自己感觉到舒适的情况下 尽量给大家做到全面 好 下一个点题呢 叫做Boat Boat 指的是夺门而逃 夺门而逃 那么这点题 大家想是博尔特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博尔特 博门而逃 急逃 所以它有这个 还有门栓的名字 最名字有门栓的名字 博门而逃 门栓 Boat Boat 好 鞋语得买 鞋语得啥 多点买 多点买 是安排上 它的这个行进词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都是 OLT结尾的 所以咱们可以放到一举一记 Boat Melt Dote Jote Code 好 那么来看 第一个词 Melt 你看 你摸它 它就脱毛了 对不对 小鸟 你摸一摸 就摸涂了头部也不要老摸 是不是 你摸一摸 就马上就涂定了 Melt Melt 涂毛 Dote 它是傻子 怎么样呢 你就Dote 对不对 傻子Dote Dote Dote 那么如果它要是晃动 那你就Dote 就是Jote 东西的话 D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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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晃的话 你就Dote 那如果它是小马呢 对不对 你看 过河 过河要靠小马 因为我们之前就学会 很经典的故事 叫做小马过河 叫做Code 小马过河 要Code 靠它Code 记住了吗 再说几遍哈 Bote 波尔特 夺门 逃 Melt 你摸了就脱毛 Dote 傻子你就Dote Jote 晃你就Zote Code 小马过河 需要靠它 小马哥 小马哥今天没给咱们当主教 咱们今天主教是Tracy and Rabbit 都好可爱的名字 对 没错 大家说到Pony了 对不对 给大家顺便看 给大家讲一下 既然大家说到跑小马 没错 Pony是小马鞠 所以说女同学喜欢扎的这个 高马尾 对吧 这个高马尾怎么去说呢 叫做Ponytail 没错 马尾变 你看是不是 小马鞠的尾巴 就是我们的马尾变 叫做Ponytail 哎 你看这都是生活当中 非常长的 最起码你得知道 这几个头发怎么说吧 Strate here 直发 Cole here 卷发 Ponytail 我们的马尾变 对吧 最起码这几个单词 你得问说 描述人的外貌 这是最基本的 对吧 你学了这么多 你就说老师我会夺门头 但你会发现 你的生活当中基本用不到 但这种词就是 脱口就能出的 所以说你必要长得 大伯呢 大伯浪 扎男西纸汤 扎女大伯浪 绿茶公主切 而我不一样 好 下一单词呢 Empire Empire 指的是损坏虚弱的音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单词是不是就是 本来人家成双入对的 青梅数码两小无猜 你非得给我破坏了 是不是 I am I am 表示not 所以说表示是damage OK 破坏损害 削弱 好 没错 那个刘海 如果说ban的话 它是一个美式的用法 如果你要是出了美国 说ban的话 人家以为你骂人 是吧 所以说这单词用 好 那么再说一下 Empire 这单词的一个同一词 叫做vandalize 这单词跟给大家讲的吧 vandal人 进城之后 大肆破坏我们的公共财产 public property 大肆破坏公共财产 所以说由vandal 证明vandal人 变成这样的动词 vandalize 是肆意破坏 比如说你经常在一些什么墙上留下的 某某某道次有 这就是vandalize 你在肆意破坏我们的公共财物 对不对 好 那么vandalism 变成一个抽象的 RSM结尾 抽象名词指的是 破坏行为 破坏的行为 那么下一单词 dent dent这单词 大家想想 那个牙是不是就是 牙是不是就是凹槽的情况 对吧 牙都是凹槽的情况 你凹进去的是不是就是 破坏了 削弱了 破坏削弱了 所以说dent 也有这样的动词 意思 咱们继续解 after a while that sort of thing dent your confidence 过了一会儿之后呢 某某东西 削弱了 破坏了你的自信心 所以说它当中用出的这个damage damage dent 没错 削弱了你的自信心 endermine 就是competence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哦 那么下一单词呢 就做fiend fiend的指的是小恶魔 小恶魔 那么说 有花就是朋友 没花就是恶魔 对不对 塑料姐妹花 那么你看 我们正说这个r这个字母 它就像一个小牙牙 小花花一样 对不对 you are friend 就是朋友 没rfiend就是恶魔 点分极端 恶魔跟朋友 好 那么我们来到句子 说 the villain was a faint incarnate the villain was a faint incarnate 来给老师翻译一下什么意思 villain这单词本身就有恶魔的意思 对吧 坏人的意思 说这个坏人 它就是一个恶魔的 什么意思啊 incarnate 这单词不熟悉吗 我们来看词跟carn 你肯定认识 对吧 跟肉相关 那么怎么去翻译呢 恶魔的什么呢 fiend incarnate 哎呀没错 这化身 对不对 你看走到你的肉里 成为你的肉身 变成你的化身 所以说incarnate 肉身化身的意思 说坏人呢 就是恶魔的化身 不是坏人 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 是不是啊 villain was a faint incarnate 好 那么你看 由坏人变成了这样一个形式 villainous 它就有这个邪恶的 凶恶的印象 坏人 加上ous 变成一个形式 它这就是 坏人 它是邪恶的 凶恶的 villainous 再往下 fiendish 在fiend之后 加上ish 变成一个形式 同样 这个副使用的时候 比较少 但是又是一个形式 形式表达是 残酷的 刁钻的 残酷的 刁钻的 fiendish 造句子 business competition can be finnish at some time at some times 是不是 这个 商业的竞争呢 在某些程度上 在有时看起来 是非常的残酷的 对吧 不成功变成人 成败就在 一瞬间 好 没问题 最后一点词 vicious vicious 什么意思 恶毒的 邪恶的 对吧 那我们经常会使用到 这个表达叫做 vicious circle 给它翻译一下 vicious circle 什么意思 我查一下 因为这点词 我记得我是 我是截取了 一个原文 这点词 我这个句子 我记得我应该是 截取了 这样一个原文 那可能是原文 它的这个 它可能是 因为它可能是 一个词性的 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活用 这个不好说 这样来说 同学们 它的这个名词 应该是incarnation 这还属于一个 亚瑟高评高点词呢 应该是理解 但是这个 它这个原句呢 是一个原著里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original usage 它是一个原文的 这种原用法 所以我没有改变它 它可能就是作者 通过词性的 这样的一个 变化 才能强调一些东西 这东西 咱们就没有办法 去追溯了 因为它就是 这样一个原文的用法 OK 好 正确的名词 就是咱们 要自己去用名词的话 它应该叫做incarnation 天文技 是比较正常的 这样一个名词后缀 对吧 没有问题 嗯 好 那么v10 circle 大家也翻译了 它表达的是 恶性循环 那么一定要记住 它是口语 跟写作当中 非常好的表达 v10 circle OK circle就是圆圈嘛 对不对 恶性循环 那反应词就是 两性循环 叫做virtuous circle virtuous circle 这两个一堆反应词 要把它记下来 好吗 对 鲁勋写的就是对的 咱们写就是错的 好 那么下一单词 vile 这单词大家可以通过 这个vicious 去联想记 vicious 恶毒的邪恶的 vile baby的讨厌 都是跟这个 父母那样相关的 那么给大家去 篡记的这样一组单词 可以记一下 那么你看 讲的是跟侵略者相关的 侵略者非常的vile 对吧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非常的卑鄙 非常讨厌 并且非常vile vile这个词 指的是愤怒暴躁 对吧 哪个这个侵略者还能说 敲敲门 你好 我可以亲戚你吗 对不对 都是那种 啊 猪猪 拿金蜿香 扫射这样的感觉 罪行可以写成vile 叫庆祝南书 写成长长一篇文件 对吧 堆成了一个pile 可以堆成了一个堆 堆成了一个小山 高度有几个mile 可以堆几个英里的高度 人民被rile 你看 是不是人民 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 过激的行为被激怒了 rile到处都是tile 啊tile就是我们房子上的一个碗片 没错 再来说一遍 侵略者非常的vile 很卑鄙 并且非常vile 非常的愤怒暴躁 对吧 爆爆爆 file 罪行可以写成file 庆祝南书 放成了一个pile 可以堆成一堆 那么这堆可以有几个英米 英米高 叫做高度有几个mile 人民被他们让的一些行为 怎么办呢 rile 激怒 到处都是残壁 断圆 叫做pile 画片 没错 断壁 断壁 残缘 好 对没错 中国有嘻哈 好 没问题吗 大家可以把这个人消极一下 给点时间 寄完跟上的季老师 在公平稿上反馈 图书馆要关门了 咱们要马上下课了 截图 OK截图 截屏 对截屏 火灭慢慢吵 是吧 好 那就继续往下咯 那么咱们来测试一下 大约的能试掌握得怎么样 首先第一个单试 boot 波尔特 boot 波尔特 怎么样呢 没错 夺门而出 集团 很好 第二个单试 pice pice marrow pice marrow pice marrow puff 精华 精华 很好 骨髓 第三个单试 lotion lotion body lotion 你会涂的 不是保湿 它是乳液 乳液的功能是moisture 对不对 它的功能是保湿 好 第三个单试 foundation foundation 最后化妆品讲话 除了这个基础以外 还有什么意思 粉底液 粉底 foundation 第二个单试 finned 梅花 梅花 有花是朋友 梅花是什么呢 梅花是恶魔 第二个单试 vicious vicious circle 恶性的 没错 恶性的 恶毒的 第三个单试 empoor 本来人家成双入对 给大家拆开 拆开人家成双入对的 就是 损伤损害 great 第三个单试 marrow marrow pice marrow pice 精髓 骨髓 精髓 骨髓 好 第三个单试 mult 你摸他 他就怎么样呢 mult 你摸他 他就 脱毛 没错 脱毛 叫做mult 那么他怎么样 你就dote 他怎么样 你就dote 傻子 傻瓜 傻瓜 他傻你就dote 好 没错 这是这组单词 然后呢 咱们再来一组 连连看 能讲到哪算哪 再来一组 连连看 单词跟图片的联系件 首先第一单词 ponsegrade a123 1234 哪张语片 好 我们连的是三 表着是 共 什么意思啊 奉为神圣 没错 共为神圣 奉为神圣 great 第二单词 gratuity gratuity 爱连的是一 对不对 他相当我们说这个tips 小费 没错 第三单词 defile defile 他买一菜 是不是 哐当丢地去了 就是弄屋 电屋 弄脏电屋 以防有 连的是四 最后一个lush 爱连的是二 大家知道吧 这个歌 有个肥皂的名字 就是专门洗头部的 这种小红帽的 这个名字 叫lush 对 没错 他表示的是 他不是肥皂 对 他是英国的牌子 他表的是 浓 帽子 有郁郁葱葱的 那个感觉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来 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单词叫consegrate consegrate 这件事情呢 首先这个sacr 这个词根 表示的是神圣 那你看cun 表的together at动词词为 就是一起 让它变成神圣 所以说consegrate 表示共奉 共为神圣 同一词有谁呢 deify 那么f1 都知道是个动词后缀 把什么什么 怎么那么话 对吧 那么day呢 其实它引起来是god 神 因为在拉丽语当中 神就这么写 叫做 我也不会读拉丽语 就是deus 那其实呢 它引起来就是 zoos这个人 来告诉他 他是谁啊 这个人就是 这个名字 也没错 宙斯 对吗 宙斯就是万神之首 所以说 dei day 它表的是god 你看神话 是不是 始神话 什么什么 凤儿神明 deify 叫个句子 this young man deify financial success 这些年轻人呢 神话了经济的成功 神话了金融的这个胜利 好 没有问题啊 那继续往下 下一个言词 hello hello 它也表示的是 这个奉为神圣 视为神明 还有圣徒的意思 那么同学们 我们都知道 有个节日叫做 hello 对吗 hello 它在每年的10月31号 那同学给老师翻译一下 这是什么节呀 hello 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 它鬼节 它大家说万圣节 哎 小笛同学 老师要提出表摇 哎 歌小同学一看就是 之前听我老师的课吧 啊 特别好 他们要记住 它不叫做万圣节 它叫做万圣夜 它跟这个宗教 一点关系都没有 同学吗 它跟这个宗教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一个这种 文化类型节日 那么真正的万圣节 在哪一天呢 它在11月1号 叫做 All Hallows Day 所有圣人的 圣徒的节日啊 这才是跟 我们的宗教相关 它叫万圣节 而我们的 Halloween叫做 万圣节前夜 或者是万圣夜 哼哼哼哼哼哼哼 第一次知道吧 是不是以前 不知道这个事儿 那么在万圣节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大家会知道 这个制作南瓜灯 然后穿的一些 比较这个 像就是那种 比较奇怪的 像鬼一样的衣服 什么样 画上什么鬼装 然后呢 大家可以去游乐园呢 或者是去一些 party 参加这样的聚会 然后小孩子呢 他也不是说随便去 小门 他会在凤门三点之下 如果说你会发现 这家门口点灯了 就是他欢迎你跟他玩 这个节日的这样一个游戏 如果说不点灯的话呢 就是我没有心情 好不要来找我 那么点灯的话呢 家长会带小孩去消灭门 对吧 或者说这个 trick or treat 没想到 你想招待我一下呢 还是说 想跟你 玩个小把戏呢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家长可能就会把 准备了一些 candy sugars 给到这个小孩子 对吧 跟他玩一个游戏 knock trick or trick 对 怎么恶作剧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好了 就看小孩自己 想跟他怎么玩了 是不是 比如说做个小鬼脸啊 或者怎么样的 都属于小恶作剧 然后呢你会发现 有些小孩子呢 其实本身他出省的时候 他自己会带很多糖 对吗 他自己会配很多糖 比如说你发现 这家门口 已经没有糖过了 就会把自己的糖过 分给这个家门口 还非常暖心的 这样的节日 Halloween 对 没错 不给糖就捣蛋 对 是这样的 好 然后呢 反应词有谁呢 第一点是prefent 破份 你想想 如果你要是给这个 什么观音菩萨 如来佛祖神人破份的话 你知不就是对他的这个 玷污跟亵渎 玷污 亵渎 破份 prefent 那么下面呢 也表示的是这个亵渎 辱骂的意思 叫做blaspheme blaspheme 那么这单子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单字反显的 这样一个典型代表 那么前面这个blast 是表示我们所说的这个 不是单字反显 这是正的 对 这个blast 是表示爆炸的意思 blast 那么后面这个fame fame 大家能看出边行吗 ph 它发就是f音 然后a跟e变成一个 就是原因之间的互换 blaspheme 让你的名声爆炸 那就是亵渎你 辱骂你 blaspheme OK 对 打破名声 说得很好 下面是sacralage sacralage 你看 还是神圣 往神圣的那个里面 第三者插足了 是不是 神圣的灰音当中 你伸张一只腿 伸张一只脚 你就是在亵渎神 亵渎神圣 OK 没错 插了一腿 第三者插足了 亵渎神圣 separate age 那么下一单词叫做 this is great 你看第一数表 否定not 不神圣 就是亵渎电污 不神圣 就是亵渎电污 好 那么剩一单词呢 咱们放到下一节课 继续给大家去梳理 复习 然后来说一下 大家今天对哪个达法词 印象比较深刻呢 好 晚安 小梦同贤 忘了今天有什么词 有白负习 我还是说今天对词 其实是均立地 每个词 其实都记住 但是呢 都挺喜欢的 行 那就用这个 我来看一下 着迷那个单词 着迷是哪个单词 ponytail 马尾辫 可以啊 哎 我知道了 咱们用这个 都好喜欢 这不上词 可打过了吗 foundation 哎呀 真挑出来了 那就这个吧 老师今天新教大家 马尾辫 行吗 你就把我自己关了 少让你们解着 我不好看的照片 ponytail 可不可以啊 就是新选这个 小马君啊 叫做pony 那么 小马君的尾巴 就是什么 马尾辫 ponytail 非常生活化 实际 上这单词 好了 那么 今天呢 咱们的课程 到这就结束了哈 然后非常开心 跟大家又度过了 照你一个 一万二十啊 那么希望下一课呢 可以同学们 不见不散 对下课了 下课好 期待给大家 不见不散哦 Good night 晚安同学们 See you 拜拜